中国古代,尤其是在公元541-500年这个区间,确实领先于世界,尤其领先于处于中世纪中的西方。 但是领先决不代表中华文明和当时的西方文明,有了类似工业革命般的代产,很多人将这种农业时代下,可以追赶的差距,无限追啃到荒谬的地步,在西方一些学者,尤其是加州学派的渲染下,这种没有太多根据的结论甚嚣尘上。 其中最为典型的,就是中国古代GDP的合算上,一些人声称中国历代GDP,尤其是宋朝的GDP,不仅玩虐当时的西方,而且占到了世界总量的80%,比世界其他所有部分都要富裕。 这种说法的典型代表,就是袁腾飞和高晓松,他们一个说,宋朝GDP占世界80%,一个说90%,完全是违反常理的谬论。 目前唯一对中国古代及世界古代各国GDP,进行全面细致分析的,只有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森·麦蒂森一员,而他的结论也经常被史学界认为疏漏过多,而且过于高估中国和印度,但即使是他,也远没有袁腾飞的荒谬,袁腾飞和高晓松的大宋GDP神论,很有可能是对麦蒂森研究的误度和讹传。 1. 安格森 麦蒂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原文,宋朝GDP占世界22.7%,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森,麦蒂森的世界经济千年统计,一书按照他自己的一套计算方法,对世界自公元0年到公元1870年的GDP,人口和人均GDP进行。 核算,其中,专门列出了公元元年,公元500年,公元1000年,公元1500年,公元1820年和公元1870年这些关键的时间点。 其中,中国宋朝对应公元1000年,在安格森的原文中,只是标注中国的GDP,占当时世界的22.7%,而这个中国究竟是光指宋朝的小中国概念,还是包括辽西夏大里的大中国概念,我们不得而知。 因此,这个22.7%,是不是就等于宋朝,还曾有疑问,就算它是,它的暂比也仅仅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,而远远没有达到占据世界大部分财富的情况。 而且在麦迪森公元1000年的数据中,排第一的,还是印度而非中国,维基百科引用的就是麦迪森的数据。 而在表中,我们还可以看到,整个亚洲的GDP在此时越战世界的60%,网上谣传的一种宋朝GDP,战世界60%,可能就是将麦迪森数据中的亚洲,直接等于了宋朝,进而造成了额传。 而袁腾飞,高晓宗,则很有可能是在这个已经谋传的结果上,进一步添油加速,最后得出了80%这个匪夷所思的数据。 2. 安格森 麦迪森GDP计算方法的误差与谬误,即使我们剧图调网络上添油加速谣传的部分,光是谈论安格森,麦迪森的GDP计算方法, 也可以看到是学界对其的质疑之声绝不在少数,这主要在于此人的计算方法,错误实在太多,而且很多节。 论完全违背常识和人们的基本判断。 关于安格森GDP计算的错误之处,第一个就是他计算GDP与人均GDP的方法,与当今的计算方法完全相反, 现代社会是先计算GDP总量,然后再除以人口计算人均,而安格森则把其代而行之,先根据粮食产量等数据,推算出人均GDP, 然后再用人均GDP成人口,最后的出总GDP。 这种方法的问题,在于一世古代的人均GDP很难估计,不同区域间差距很大, 据中国来讲,江南的生活水平不可能和关中和西部一样, 而且不同地区的使用移存程度也不一样,往往是负数地区较多而贫困地区较少, 这使得按照粮食之处来,计算人均GDP的方法,很容易高估古人的生活水平。 二是如果是用人均GDP成人口的方法,来计算GDP总量,那么,对人口的估计就极为重要, 而安格森本人,对于中国人口往往是过分高估的, 比如其估算的1600年名代人口为1亿8千万, 而中国学者普遍估计的没有这么高。 安格森第二个的错误,就在于他几乎没有专门统计工业、服务业、房地产等农业之外的产值, 而是直接假定出农业之外的产业,占GDP总量的四分之一, 正在计算工业革命前的GDP时,还勉强说得过去, 但工业革命之后,还如此计算,则是何等巨大的谬误。 之所以麦迪森计算的1820年清朝GDP远超英国,完全是因。 为他这种过分夸大农业而轻视工业计算的结果, 对于已经工业革命的英国,其生产率是数十倍的增长, 怎么可能工业产值还比不过农业? 第三个错误,就是麦迪森的计量单位是现代的美元,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换算的地方,而这就是它最大的硬伤, 其对中国白银和当今美元的换算,完全无法计算, 不可控的变量过多,根本无法得出靠谱的数据, 因此,最关键的换算过程,实际上是一个极为不严谨的一段。 除了计算上的硬伤,即使从逻辑上讲,我们也可以推出麦迪森数据的不靠谱, 比如即使到了1870年工业革命已经成果显著, 西方已经统治世界,欠占全世界市场的前提下, 麦迪森计算的GDP总量西方,依然落后于亚洲,不包括日本, 这实在让人觉得匪夷所思,欲尝试相差过远。 用大机器生产,生产效率是亚洲几乎几十倍, 已经使用铁路火车大型机械的西方生产总值, 依然低于自然经济,铁气牛工的重印,实在让人奇小皆非。 工业革命大机器生产,和自然经济手工劳动的差距可不是几倍, 而是几十倍中西之间经济的差距,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出, 那就是清朝和英国政府的税收差距上, 1820年,英国只有2000万人口,按照麦迪森计算,GDP仅为世界5.2%, 而清朝则是32.9%,中国是英国6倍多, 但同期清朝财政收入,仅为4000万两白银, 而英国则有5000万银报以上,折合白银1.5亿两,接近清朝的四倍。 清朝税收如此之低,老百姓却活得困苦不堪,已经抱怨税富过重。 英国税收如此之高,老百姓却并未觉得伤心动骨, 实在与麦迪森的计算相差甚远。 图片来源,谢风斋,中西方的经济差距何时拉开? 唐奥格斯·麦迪森的千年统计真实学理论研究现代社会, 在拥有最严密的统计局队伍和最先进的设备下, 对于GDP的核算都会产生误差, 更何况既没有专业统计队伍,又不懂计算原理,留存资料又大量残缺的古代。 既然得到的资料如此不全面,那么任何对于GDP的核算, 都可以说,是一种带有作者意识形态倾向的主观一段。 你想证明西方优越,就是西方人均GDP,在1300年就已经超越中国, 你想证明中国天下无敌,就是凤朝GDP占60%,清朝占1%。 反正流于资料的残缺也无法证为,因此,历史完全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,成了可取所需的器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